字幕作词 李宗盛 字幕作词 李宗盛 字幕作词 李宗盛 嘿,大家好,我是小马,是一个会说中文的内国人 然后今天我要从我个人学习中文的经验来教给大家五大 学习英文的诀窍,可以马上教你如何学会流利的英语或其他的语言 OK,Let's go! 第一是Get addicted 你想要学好英文就必须得先对他感兴趣才会有动力学嘛 因为其实英文这个东西它就像一个游戏一样 如果你觉得这个游戏不好玩的话 你怎么可能学得会啊? 所以你必须得先找到一个可以让你上瘾的英文媒体啊 要么是电影啊,要么是书啊,要么是电视剧啊 比方说我以前在北京的时候 爱上了一个叫做中国好声音的电视剧 我会追剧的每天都看 然后其实这样也可以给你很好的motivation 就是我的英文越好我就能够越看那种modern家庭啊 我学好英文就可以看那种复仇者联盟啊 然后这个你爱上的媒体 它甚至可以不用是本来是英文的媒体 我前几年爱上了一个叫做航海王的日文漫画 但是我看的都是中文吧 然后我看了五十多本书 都是中文 然后第二,间隔重复 What?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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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解释一下 很多人学英文就是这样 只是看了课本的某一张 然后为了考试背下单词 下一个星期就忘记了对吗? 这个问题要怎么克服呢? 就是间隔重复 通常我们学会了某个东西 我们的忘记率是这样的一忘曲线 这里是时间 这里是记忆保留比率 但如果你在这里重复学习这个东西 你接下来的忘记曲线会变得平一点 再重复学习的话会越平 所以我们需要每一天都重复学习吗? 不需要太花时间了 那每一个星期重复学习一次呢? 太容易忘记了 其实科学家已经把最有效的算法研究出来了 就是你对某个单词的记忆越弱 它就会越多提醒你学习 你的记忆好的话 重复的间隔会越来越长 所以按照间隔重复的话 你可以花最小的时间来背最多的单词 然后有一个叫做Anki的免费程序 可以帮你做这些间隔重复的卡片 我建议你每次学到新的单词 你都把它加入这个Anki里面 Windows、Mac、iOS、Android版本都有 这样你永远会忘不掉你学的单词 OK那么第三是talk 你必须得说英语 才可以学会怎么说英语 这个似乎太明显了 太obvious了 但是很多人学语言 他们只是看课本啊 然后这样等于 想要学怎么骑自行车 却只看 教你怎么骑自行车的书 很没用吧 那么很多人怕丢脸啊 怕说错话 但是你知道吗 我住在纽约 天天有人跟我说很不好的英文 你以为我care吗 其实我会感到兴奋 我有机会帮人家学说英文 我所有的美国朋友当中 都没有一个 会因为这个 而嘲笑 想要学英文的人 其实最多的是佩服 你知道吗 因为美国人我们的外语都很差 除了英文 我们其他的外语都不会说 所以我们最多的是佩服那些 想要学英文的人 只要你会说一点点 我们就哇 你的英文怎么这么棒啊 我这里有一个中国朋友 英文特别特别的好 然后我们每次讲话 他只要用英文跟我说话 我每次跟他讲中文 他只用英文跟我回复 只用英文 一直坚持用英文 然后他的脸皮特别特别的厚 他常常会说错话 但正因为如此 他的英文 比我认识的任何其他的中国人 都好 太流利了 所以你最好要找一个在现实生活中 英文母语之朋友跟他聊天 但是没有的话你也可以在网路上找啊 我常用的一个叫做italki的网站 可以免费教语办 你可以教他中文 他可以教你英文 找不到的话呢 其实你甚至可以自言自语 用英文自言自语 我说的是真的 只要你把你想要表达的话 用英文表达出来 这样你可以慢慢把你脑袋里面的默认语言 变成英文 那么第四 听力 在我们学习语言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会忽略的一个部分 但是实际上它非常重要 你如果听不懂的话 你说得再好没有用 而且你越听你的口语 就会变得越好 就像小孩一样 他听好几年他的母语 突然有一天 他会说话 那么练习听力最重要的是 要重复听同一个东西 就像见个重复的逻辑一样 这样他可以真正的进入你的脑袋 我当年在北京的时候 我会随身带几个MP3 就是走路的时候 会一直听中文 我会把一段新闻啊 一个音乐啊 都放在我的MP3里面 然后一直重复的听 听一百遍都不算太多 然后甚至我会把它背下来 这样你会发现 你另外一天 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情况下 你的脑子会不知不觉 就把你之前背下来的 说出去 很酷吧? 然后听不懂的话怎么办 其实这个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就是只要这一段英文比你目前的水平高一些些就行 你这样你会越听就会越懂 或是你可以在听之前 先把那些你不认识的词插出来 就会再去听 然后最后的第五就是 不要把它看作一个学习对象 你要真正的活着它才可以学好 就比如说你要找到一个元素 可以让英文这个东西 变成你的生活的一部分 它可以让你有一个原因 让英文一直陪着你 可以找一个你很喜欢的美国歌手啊 或是你要爱上一个英国女朋友啊 一个加拿大人做的一个游戏啊 反正你要找一个东西 可以让你真正的把英文这个东西 融入你的生活里面 不要把英文看作是一个死死的一个东西 而把它看作一个活生生的你生活的一部分的一个东西 因为只有这样你才会觉得 英文有用 英文我喜欢 英文我想要学会 那么这些诀窍呢 似乎看起来是很基本的 但是实际上不是 如果你真的掌握了它们的话 你可以很快把你的英语学到很流利的一个地方 如果你喜欢我这些视频的话 请你订阅一下我的小频道 好不好 OK 那么 下次见 拜拜